單元我們來看的是 什麼是假象 Aliancing 好 那我們一樣是用 單一頻率的正旋坡的FFT來做說明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 這幾個參數設定 這邊 有效頻率200赫子 那這個200赫子其實就是 Nightquist Frequency 200 所以因為知道Nightquist Frequency 200 所以2倍的Nightquist Frequency就是 Sampling Frequency 400 那知道Sampling Frequency 那又可以推算出它的Delta-T 時間間距 是很小 0.025秒 那我們總 時間長度 是 2秒 也就是一個Time Frame是2秒 那我們知道一個Time Frame2秒 在除上Delta-T就可以得到 總時間的點數 800 也就是說在這個 時間率的總時間取樣點數 是800 好 在頻譜的解析度 會是 總取樣時間 T的導數 所以Delta-F 是0.5Hz 同樣 頻率率的解析點數 NF 是2分之 所以剛好是800 一半 是 400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這個案例 我們首先看的是給一個 政權波的頻率 70Hz 好 那正幅是1 我們把香味角 調為0 好我們來看他的 這是 時間率的信號 底下是 頻譜 那可以看到很正確的解讀的 在70Hz 他的正幅是1 如果我們 增加到 170Hz 要注意 仍然是 小於有效 的 頻寬 好 也就是 MyQuiz頻率 是 200 170還是 所以 一樣 很正確的解讀了 這個 170Hz的頻率 的特徵 好 那如果這個訊號 是 270Hz的訊號 正幅一樣之一 那我們這時候有效頻寬是200 這時候我們發現了 他解析出來的 頻譜 他的頻率反而是130 好那為什麼會是130呢 因為我們270 實際的訊號頻率是大於200 所以他會有 折疊的效應 所以270-200就是70 那200再減70 就是 130 所以他的假象頻率就會出現在130 好那如果 我們再把實際的訊號 提高到 370 當然他一樣 是 大於200Hz 所以會有假象 那他的假象頻率為什麼會只在300 好 370-200 就170 200再減到170 所以就是300 好那我們可以測試看看 如果是 470呢 好如果是470 我們 解析看看 哇他出現出來的是 70赫子 那為什麼是70赫子 因為他有 兩個折疊的效應 470 所以他一個折疊是200 所以 470減掉400 好剛好就是 70赫子 好那 如果是 870 如果訊號是870 他一樣是在 70赫子 因為他有兩個折疊效應 好 那 這個範例 我們來探討的 就是 假象頻率 的 穩儀 那當然要注意 要有正確的 解讀 那我們的 實際信號的頻率 入必要小於 取樣頻率 那這樣才能夠得到 正確的 頻譜 的 頻率 以及政府的解析 好 這個單元我們 就介紹到這裡有關於 假象頻率的 現象 原因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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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